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在特朗普去年访华期间 中美安全人员因为掌握美国核武器系统的核足球而打了起来 甚至有人被当场按倒 美国特勤局出面必要 但声明内容似乎更加证明了相关报道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美国AXL新闻网站的此前报道 在特朗普去年11月访华期间 中国安全官员阻止携带核足球 即核按钮手提箱的美军随从人员进入人民大会堂 核足球是核按钮手提箱的俗称 其中放置美国总统下达核武器攻击命令的必要文件 和通讯系统 美国特勤局否认相关报道 该局2月19日发布推特称 事实核查 有关特勤人员在特朗普总统2017年11月访华期间 按道一名东道国官员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另外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这个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总统及政府要员的执法部门 给出了有关该次事件更为详细的信息 一名并非代表团正式成员的个人 试图阻止我方保护对象进入一处房间 一名美国特勤局特工迅速介入 随后发生短暂扭打 美国特勤局表示 对方随后听从了特勤局特工指示 因此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必要 没有任何人摔倒 活动在没有任何其他意外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Excel新闻网站的相关报道 引用了五个了解情况的信息来源 该网站称 了解此事的美国官员被告知不要对外泄露此事 另外中方自始至终没有控制合足球 甚至根本没有碰到手提箱 报道称 中方安全负责人向美方就这一误会表示道歉 合足球是一个重约18公斤的铝制手提箱 由一名军方随从人员携带 与美国总统形影不离 根据美国历史学刊物 史密森尼称 这一制度开始于1963年 总统必须能在美国遭到核打击之前 五分钟之内通过核足球做出反应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